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它是持有一个俯听的态度 在某些时候可能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但是呢通过这几年呢 大家在一块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 我想这个问题的话 现在已经被中国政府所证实 然后呢也是正在采取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措施 去重视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